小芳和男朋友交往五年了 但男朋友却提出了分手 小芳不同意 男朋友只能使绝招了 直接就给了小芳几个大耳光 小芳被打得有点懵 这好歹也是有五年的感情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最后男朋友用一个枕头 把小芳捂死了 小强是一个帅小伙 和女朋友交往了三年 女朋友想和小强分手 小强不同意 女朋友说已经不爱小强了 但小强却摸着女朋友的手 要跟女朋友求婚 女朋友见小强那死皮赖脸的样子 就怒火中烧 这是什么垃圾男啊 女朋友只能痛下杀手了 小强无比的震惊 钻心的疼痛从手上传来 小强还没反应过来 女朋友就把刀拔了出来 然后直接对着小强的肚子就是挤刀 小强倒在了地上 向门口爬去 因为小强不想死 但女朋友已经受够了这样的男朋友 直接走了过来 一脚踏在小强的身上 然后拿起一把刀 割破了小强的喉咙 小强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就是不同意分手的下场 但还好两人命大 最终都被抢救了过来 小方没有死 小强也没有死 以后他们再谈恋爱的话 现在也不敢不同意分手了 只要对方说分手 一定会立刻同意 怕有生命的危险 接下来的日子 小强不再去想爱情 每天认真的工作 但越是不想 咽喻就越是挡不住 小强的上司看中了小强 这个上司叫小美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女强人 小美最喜欢像小强这样的小奶狗 因为看上去就很好拿捏 所以小美跟小强提出了一起去玩 小强觉得小美也很有魅力 所以就同意了 小强上了小美的车 要开车去她家 但在这车上 小美就想要检验小强的能力 就这样 小强和小美 就开始了他们俩的快乐燃烧之旅 接下来的日子 小美和小强 抓紧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 小美作为小强的上司 经常是利用植物质变 见缝插针的在一起 所有的地方都是他们约会的场所 没有想不到 只有做不到 小强每天都不用工作了 因为小美跟小强 不再布置任何的其他工作 小强每天唯一的工作 就是让小美快乐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 小强过着让神仙都羡慕的日子 到年末了 公司的业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组织了庆功晚宴 有一个女同事喜欢上了小强 接着喝醉了酒 就非常主动地贴了过来 小强本来想要拒绝 但女同事非常的猛 最后小强无力招架 只能从了女同事 本来这是一次美丽的意外关系 但第二天 女同事让小强知道了什么才是职场斗争 女同事去跟公司告状 说小强强迫了她 小强想为自己身边 但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女同事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眼睛 让小强被扫地出门了 小强就这样失去了工作 而小芳在失恋以后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了工作上 工作是越做越好 当然小芳也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只有一个让小芳动了心 这个男人和小芳一起玩了几个月 小芳把一切都给了男人 但是最后却发现这个男人有老婆 还有一个女儿 小芳无比的愤怒 直接拿出了男人放在抽屉里的枪 一枪把男人给打死了 现在小芳又单身了 小强也是单身了 他们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对方 然后两人聊了很多 聊起了过去的感情经历 两人都是为爱受过伤的人 最后他们决定在一起 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从此 小芳和小强 就幸福快乐地在了一起 故事就结束了